大家好 下面是我们这个 加尔系列课程 第十九奖算术运算符的作业讲解 我们看 先看第一个作业 先问一下小白 你这个作业有没有完成 毛毛鱼 对于我来说 发挥不到一成功力 分分钟就搞定 不错 那我们一起来为大家讲解一下 别别别 还是你讲你讲 我看看你讲的跟我做的有什么不一样 好吧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作业的题面 通过键盘输入 然后初子化两个数 将这两个数的这个交换位置后 然后输出显示这个交换后的这个数据 OK OK 好 那我们呢 从我们的这个 作业里面啊 我们是在哪里 是在 好 好 这里 我们新建一个 我们的文件夹吧 我们叫 home work 好吧 homework 家庭作业嘛 嗯 家庭作业 OK 好 那我们的新建一个homework 第一道作业是吧 嗯 homework1点加号文件 打开 用idplus打开 然后public 这个 class对吧 对 这个名字 沾点过来 好 然后呢 一个主方法 对吧 voidman对吧 对 诶 然后 sgin args OK 首先第一个我们是要接收空台一个输入啊 所以我们就跟上一课一样要怎么样 主示 引入 引入那个 im 工具类 工具类是吧 嗯 加号点 u tl.r scanner 对吧 scanner scanner这个类 OK 我们在这儿 也顺便加一个 主示啊 这是 呃第一道作业题是吧 对 第一道作业题啊 我们是把把这个画呢 我就 呃 复制过来了 OK 好 好 第一个呢 我们是接收输入是用 scanner 然后定一个input 对吧 对 然后scanner 这个input的名字是自己取的啊 随便取 就取一个辩量名一样 是吧 嗯 好 呃 然后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要接收两个值的输入啊 是 我们啊 用一个提示啊 然后进行一个输出 比如说这个是 请输入第一个数 A比如说是吧 请输入第一个数A 的值 OK 我用A呢 那我就定一个A去接收 这个input点什么 next int 接收这个值对吧 接收这个值 OK 我们呢 接收第二个值是不是 对 点 out put pullin n 然后呢 这里是 请输入 第二个数B 比如我们叫B OK 好 然后呢 定一个B 去接收 这个 数 数 是吧 对 好 拿到这两个值以后 现在呢 我们说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输出吧 对 输出 然后呢 提醒他说 呃 你 输入的第一个数是 什么 A 第一个数 A 是多少 加上A 对吧 对 加上A 然后呢 呃 我们这里加一下啊 呃 输入的第二个数B 是多少 加B 加上B 这是没交换之前是吧 对 没交 下面呢 我们要做这个什么 做这个交换工作 对吧 对 啊 OK 交换这个啊 呃 两个数吧 这条件 两个数A B 好吧 AB OK 我们交换两个数呢 我们这里呢 有一个呃 交换的法则 就是我们利用 可以利用第三个 变量是吧 第三个变量C 然后呢 进行一个交换 比如说C先 等于A 是不是把A的值 存到C里面去了 嗯 对吧 存到C里面去了 然后我们再 是不是要交换就是A 是要等于多少 A要等于B 是吧 对 A等于B 然后再B等于C OK B等于C 这样的话是不是把这个 A的位置跟B的值 调换了一下了 通过第三个变量来调换 对 是吧 好 所以这里面我们的原则是 我们这里一个 一个小小的一个 交换原则啊 第一个 当然我们未来还有其他的 这个 效率更高的交换原则是吧 那我们学到后面课程呢 会给大家去 再去讲解啊 就两个 处 这个交换的 方式 我们这里是通过什么 第三个 第三个 变量 变量 对吧 通过第三个变量 OK 那我们就最后呢 输出一个 输出这个 交换后的 第一个数 A 是 是 多少 加A 对吧 对 再加上这个 交换后的 第 第二个数 B 是 加B 加上B 是吧 OK OK 我们编译一下 好 执行 然后我们输入第一个数 比如说 A是 10 OK 回车 第二个数 比如说输入 20 回车 好 输入第一个数 A是10 输入的第二个数 B 是20 交换后的第一个数 A是20 交换后的第二个数 B是10 是不是交换了 OK 这就是交换完成了 那我们的原则是通过第三个变量 去完成的 对 OK 好 那这是我们的这第一道作业题 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 威哥在手 天下我有 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